翁曉玲的這一個表現 就是過去很傳統的大學裡頭 教授跟學生講話 上對下 就是一種家父長制 學生上台報告 我講的是過去 譬如說譯會 在大學當過老師 現在學生上去報告 以前報告不好 老師說不要報告 報告什麼東西 浪費我的時間 你們到底有沒有準備 下一組 是不是這樣 以前可能會有這樣 現在的大學校園不是這樣 像大學校園是學生報告 然後老師給意見 學生也會質疑老師 所以老師會說 老師你講的那個好像也不太對 學生還要評鑑老師 所以這個翁曉玲 還停留在那種教授學生 我把它稱為叫家父長制 就是說由上而下的這一種邏輯 其實昨天的討論 翁曉玲並不是全程參加 在國會殿堂裡頭 各位記得國會擴權法案的時候 叫做沒有討論沒有民主 對 好 所以昨天其實花了蠻長的時間 在討論 討論跟這個警銷人員 相關的退休以後的這些什麼 所得替代率的課題 這個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 翁曉玲說 不是你們民進黨講的都對 這句話沒有錯 也不是你國民黨講的都對 所以才需要討論 可是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翁曉玲他最後想要進來做一個會議終結者 說不要討論了 停止討論 大家有意見嗎 不然來表決 不然怎樣 他的邏輯就這樣 那不就是跟幾個禮拜前立法院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嗎 完全一樣 委員會不討論 進到院會 讓你講一次三分鐘 講完表決 他們在表現這種是一種傲慢 你知道嗎 就多數的傲慢 不給人家討論 不管是不給多數黨討論 不給少數黨討論 他就覺得說 你們的討論都是沒有意義的 他忍大家很久了 他就說他如果坐在那邊聽你們的說 你們這都沒效 你們這都沒地式 剛才他講人家沒知識 然後講到一大堆 旁邊有民進黨立委說 哇 你現在好大喔 我們常常講說你好大我好怕對不對 就是他講說你好大喔 像我們都要聽你的 他就說我就是比你大 很生氣他 哇塞 這個講出這句話之後 大家全部嚇一跳 因為一個清華大學的教授 來當立委 怎麼會講出這樣子的話 那他要當這個會議界終結者 這個一般來說 很多的討論當然很冗長 講到下午五六點 大家都想要下班了 這時候你如果有一個會議 終結者應該是怎樣 應該跑出來說 我有聽了大家的這個 我是建議這樣 一二三 把大家意見通通納進去 這個是主席 趙偉的任務嘛 就協調一下 你們說的我都會聽到 不然我們現在改做怎麼辦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接受 這才是厲害的會議終結者 翁曉寧不是 翁曉寧是沒有要做結論 就直接擠下去 然後這個案子最後就進到 送出這一個委員會了 接下來就要進入到這個二讀 進到這個院會的這個程序 那歐曉寧不是在這個會議上這樣 他上次在跟陳建仁質詢的時候 他不是在講說質詢是一種上對下的關係 立法委員跟行政院院長 我們是一種上對下的關係 你大概看陳建仁那個表情 陳院長的表情 他一聽到的時候 想說我有聽錯嗎 不是他不是很容易理解 大概idol了大概十秒鐘你知道嗎 idol就停了十秒鐘 後來他忽然間講述一句話說 是上對下的關係嗎 然後他還問了韓國瑜 韓國瑜後來不是說 大家要彼此尊重嗎 大家共用這一個執行的時間 他最近也提了一個 翁曉寧也提了要處理監察院 他說那個監委 Russo在開會議的時候 沒有出席 要罰錢 管到監察委員去 人家監察院有監察院運作機制 人家不來開會有監察院 自己自律的規則嘛 那我問你啊 像翁曉寧這一場在做討論的時候 你沒有全程出席 那你要不要定一個規則 就是說立法院委員會在審查法案 只要有委員缺席一分鐘 罰多少錢 這才是自律嘛 合理啊 你管到行政院管到監察委員 你就總管啊 你覺得這個立委就跨院的 五院弄一罐 他搞不好下次會管法官 會管這個檢察官 會管這個考試委員出題目出的不好 點事委員 點事長出題目出的不好 搞不好 搞不好他會提個案子說 以後讓國家考試的考卷 憲法的題目 通通要送來立法院審議 因為你們不太會出考卷 搞不好 都只有可能的 按照這個態勢 看起來真的是有可能 所以國民黨提名了這一個他當部分區 是信還是不信 那國民黨跟這個社會的一般的民眾 大家心裡都有輸 可是汪小林昨天這個說人家是神差病 這個人身攻擊的說法 一曝光之後 很多網友都罵翻 今天汪小林他在立法院就被媒體堵到 然後就說委員你這樣子的說法 這樣妥當嗎 他是怎麼說 他說我沒有這個說法 他也沒有很激動 那國民黨都是理性實質的討論 而且他還說 哇 他會這麼有這個反應呢 是因為昨天是經過一整天籠藏的討論 玉慧姐 他明明就是姗姗來詞啊 一整天的討論 他到底討論什麼 因為包括剛才阿川也好 或者是思瑤幹事長 他其實在他自己的臉書跟Trade上面 都還原了 昨天汪小林是什麼時候進到會場 他什麼時候加入討論的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 汪小林不是從頭到尾都在會場當中 從頭到尾都很有耐心的 包容所有的民進黨立法委員的討論 所以他從何而來 後來我幫他想了 他今天早上一早起來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記者在讀訪的時候 他一早醒來照鏡子的時候 他一定心裡面就有一句話 我汪小林封起來的時候 連我自己都怕 你不覺得是這樣子嗎 再不然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私底下就在想說 以汪小林他的出身 他雖然說是副教授 這個幹了將近20年 然後堅決不升等的一位副教授 然後他雖然是一個在清華大學 是清華大學 他說他是法律的博士 但是卻是通識教育跟科法組 他們一起合併的 這個其實在學校教過書的人都知道 跟通識教育合併的話 那這個又不是他的專業 他的本業的話 這個是一個比較罕見的情況 然後所以他的優越感到底從何而來 你看他昨天所講的 我就是比你們大 甚至於講到 你們都沒有知識 我包容你們 這個真的我不知道 我剛剛其實也私底下請教了委員 你們過去知道汪小林 認識汪小林嗎 那在讓他擔任國民黨的不分區 因為國民黨的不分區 畢竟是選民在投票的時候 是看著國民黨 你這一塊招牌 然後所投下去的 你知道你們提出來的不分區 是這個樣子嗎 那我相信很多人大概 包括國民黨裡面的人都不知道 那為什麼 就有一個答案 他每一天 他早上照的鏡子一定是魔鏡 他在看到魔鏡的時候 他就問魔鏡魔鏡 誰是全天下裡面對憲法 對中華民國憲法最懂的人 魔鏡就會告訴他是你汪小林 然後他再問說魔鏡魔鏡 誰告訴我 誰是天底下最優秀的法律學者 魔鏡就告訴他是你汪小林 再不然他的那個優越感從何而來 你不管說是從他在清華大學任教的一個過程 或者是他當副教授 沒有辦法提出的這個專業的論文 期刊的報告 甚至於他還必須要把他在報紙上面的投書 在中國上面 中國時報上面的投書 集結成策變成他自己的專業著作 像他這樣子的專業 他到底他的自信從何而來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 沒有錯 因為像在這個汪小林 這一番話 黃杰就說了 你現在完全是把自己當作皇太后 可是他今天又解釋 他沒有很激動 任俊哥 你剛剛看剛剛那個畫面 你覺得他真的沒有激動嗎 可能他自己的認知跟其他人的認知都不一樣 我先還一下昨天的這個狀況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上面都有時間序 因為立法院現在 我覺得有這個隨選視訊 要求要在委員會裡面 能夠進行這個轉播這件事情 真的是個好事 下午兩點二十八分的時候 立法院開始審查 剛剛提到這個預算 結果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翁小林是不在的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三點二十八分 將近有一個小時左右了 那這時候的國民黨的招委 吳宗憲就宣布休息十分鐘 那三點三十一分的時候 翁小林就進來了 那到三點四十九分的時候 吳宗憲就回到位置 然後傅崑琦也來 四點零二分的時候 翁小林又離席 然後四點十二分的時候 這個吳宗憲又才是要休息 然後到五點零五分的時候 翁小林回座 所以先到這邊先問一下 說有經過冗藏的討論 到底在哪裡討論 他才待一下下而已 因為看起來有討論 應該是在會議室吧 應該是不會到廁所去 不像某人會到廁所 問要不要理讓我 應該要不要理讓他 應該沒有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個時間序裡面 就翁小林如果就這個時間上面來看 翁小林三點半進來的這個時間點 事實上後來也沒有什麼太多的 這個進行到 他口中所謂的 攏藏的討論嘛 那一直到五點二三分的時候 南偉就提案說要停止討論 那這時候的這個吳宗憲就才是要舉手表現 混亂發生在所謂的五點四十六分 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個各自的這個說法 那當然講吳斯堯說什麼 吳斯堯要負責任 他說你是不是有講那些 翁小林現在說我又沒有講那個 甚至那樣 那是翁小林自己的說法 但回來了 我就是比你大怎麼樣 這有錄到 你好大我好怕 第一個我怕你亂搞 第二個我怕什麼 怕國民黨 招牌沒落拍子 就這麼簡單 就是說吳小林 他有沒有在他的學術上面 有他的成就 我不敢否定他 他一定也認為自己好棒 但是這叫做立法院 我們為什麼要有委員會 委員會就是要負責討論的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今天都不需要 委員會裡面的討論 各自都不能發表意見 那就是誰當選誰多次 誰就自己定 想定什麼法 就定什麼法 要委員會幹嘛 從中華民國有立法院 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委員會講說 在立法院討論的東西 叫做無聊 沒有意義 叫做非常冗長 除了上一次在大院表決的時候 有一個國民黨的立委講說 今天的那個法案都很無聊 只有這樣子幹過 再來就是什麼樣叫做不要 你就是沒有知識 不要進行沒有意義的討論 有沒有意義 不是你個人來作為定義 所以我還是這樣講 你好大 國民黨現在在席次真的大 但是我們真的好怕 因為你不斷的重複 同樣的事情 不斷在那裡搞